俗哥说电影不知道你能听懂吗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国产经典故事片 大红灯笼高高挂 影片一开场 在后妈的逼迫下 性格倔强而又叛逆的宋莲 嫁给了已经有三个老婆的糟老头子陈左倩 迎亲的那天 心不甘情愿的宋莲连花叫都没上 一个人拎着箱子走到了陈江 管家陈百顺说四太太 几十里地您连花叫都不做 这身体素质是真不错 一直梦想着成为姨太太的小丫鬟一二 对宋莲的到来有着很强的抵触情绪 宋莲那暴脾气可不惯了 直接就怼了回去 陈老爷的这几房太长 每个人的院里都挂药红灯笼 陈老爷晚上去谁那过夜 就会把谁院里的灯笼给点亮 宋莲进屋之后 老妈子和丫鬟们开始忙活 从头到脚一头龙 把宋莲舒坦得不清了 到了晚上 陈老爷下班回到了家 陈老爷说我家大爷的 你今后跟着我就吃香的喝辣 到了后半夜 两人忙活完刚准备睡觉 门外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 用人说三太太得了疾病 可能要出人命了 让老爷赶快过去看 陈老爷无奈 只好扔下新媳妇去了三院 期婚之夜就独守空房 宋莲感觉是无比的气压 第二天的一早 宋莲跟着管家去拜见自己的三位前辈 大太太说 以前一直是三缺一 你这一类 咱姊妹色刚好能凑一桩麻将 老爷只有一个 但也不要跟姐妹们勾心动摇 同是天涯沦落人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二太太卓云是个笑妙伯 见人是不笑不说话的 表面上对你徐寒恶恋 扭头就能一把让爸你给开发了 由于给陈老爷生了个闺女 这二太太在家里的地位是一落前掌 基本上算是已经被打入冷宫了 院子里再也没点过灯 现如今宋莲这一来 她想闲鱼翻身的可能性就更小 但这位二太太可不认命 看多了公斗戏 谁还不会少下新门鬼计的 宋莲本来接着要去见三太太 可丫鬟说三太太今儿的身子不爽快 拒绝跟宋莲见面 这三太太以前是西边的著名的话 后来被陈老爷给出别了 并且还生了个儿子 在家里的地位一直是居高不下 现如今宋莲一来 她能不吐心吗 俗话说冤家路窄 小丫鬟样不幸被分给了宋莲 宋莲说你的头上什么味 赶快给我洗头去 你也别不服气 想干就干 不想干给我滚啊 傍晚时分 几位太太都站在了各自的院门口 等待着陈老爷翻盘 陈老爷晚上在哪位太太屋里过夜 就会在哪位太太门口放在灯笼 宋莲刚进门 这灯笼自然要放在她的门口 大太太知道自己没洗 所以根本也不往心里去 这三太太在外面有老乡好 所以也无所谓 只有二太太 一直想重回人生的地方 所以把宋莲视为了自己的眼中定 到了后半夜 宋莲跟老爷刚睡醒 三太太又开始折腾 宋莲说这三姐想跟你们那儿密了 你赶快去吧 以后也别来我这儿 陈老爷一看新媳妇生气了 也就不敢过去 第二天天还没亮呢 三太太就开始在院子里唱戏了 宋莲说我三姐这不是吓胡闹吗 她这明显是不想让咱俩睡觉 老爷说她就是一精神病忘了吃药 宋莲穿好衣服来到房顶 情敌见面谁的脸色也不好看 宋莲说三姐 你这自证强缘的唱的可真挺 再来一段 三太太说你想听我还不想唱 转场之后 宋莲刚退门进屋 就看到陈老爷正跟丫鬟一样的 搂搂搂搂搂吓吓吓胡闹 这些可把宋莲给气得不轻 陈老爷说你甭臭来劲啊 多大点事 由于宋莲的屋依不饶 陈老爷只好在三边点了灯 第二天那一早 宋莲在房顶上发现了一个小屋 二太太说那是死人物 死的都是上代人的家具 都是上吊死的女人 转过天 三太太请宋莲去打麻将 宋莲低头捡麻将牌的时候 发现三太太居然跟医生眼镜隔有一腿 陈老爷回到家 管家说四太太被三太太叫去打麻将 正在兴头上 陈老爷一听可气得不轻 于是便点了二边的灯 二太太说老爷 我还想再给你生儿子 老爷说你都多大年龄 不要命了 一天傍晚 宋莲第一次见到了大太太的儿子龙浩哥 两人虽然辈分不同 但年龄相望 彼此禁不住 都有点胡思乱想 第二天宋莲发现 他爹地生前留给他的笛子不见 他马上就怀疑到了小样子叶儿身上 叶儿说你可不能冤枉好人 我可没拿你的笛子 那宋莲能信吗 连拉带拽来到了叶儿的房间 宋莲进屋一看吓了一跳 发现这屋里点了好多的红灯 不仅如此 宋莲还从叶儿的柜子里 翻出了一个扎着针的娃娃 上面竟然写着他的名字 宋莲说我知道你是温芒 你自要是告诉我这字是谁写 今儿这事我就不跟你计较 你啊要是不招供 我就给你关辣椒水上了屋的 在宋莲的威逼利诱之下 叶儿很快就料 原来这字啊 居然是二太太卓云写 这可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棉花里边藏着针呢 宋莲可是个有仇必报的女 为了打击二太太嚣张的气 趁着剪头发的时候 把二太太的耳朵给弄来 二太太的一声惨叫 把家里所有人都吓尿了 三太太说二太太这人 不仅特阴险而且还臭不了脸 当年我跟她几乎是一起怀的云 她居然派人偷偷在我饭里下毒胆药 差点就把我儿子给打掉了 二太太说老爷你瞅瞅 宋莲是真吓得去手 要不是我命大现在已经挂了 为了安抚二太太 老爷最近每天晚上都在二太太那过夜 为了把老爷拉回到自己身边 宋莲来了以假怀孕 成功地引起了老爷的注意 可好景不长 他的阴谋诡计很快就被药水发现 这一样扭头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二太太 二太太一听可高兴快了 急忙找到了老爷 说宋莲既然怀孕了 是不是请医生眼镜哥过来把卖 眼镜哥给宋莲把卖卖后告诉老爷 说做梦中大奖空欢迎一场 四太太那块地里有啥玩意没找 这下可把老爷给气坏了 马上命人把宋莲院里的灯全给封上 这一封灯就意味着被打入了冷宫了 宋莲经过缜密的分析 就意识到这肯定是药玩的猫腻 于是也没客气 当着另外三位太太的面 把一二屋里的灯笼全给挣入来 这一二的脾气也绝 宁可跪着也不肯认错 结果实验一场 得了重感冒很快就要翻票 宋莲得知一二的死讯之后 这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平难受的不行 俗话说戒酒浇愁愁愁愁 喝醉之后就混乱头了 喝得迷迷糊糊的宋莲一不留神 把三太太和医生眼镜的事给抖了出来 二太太一听激动的是不要不要的 很快就把这个喜讯向老爷汇报 陈老爷一听也是激动的不要不要的 马上就命人逼着三太太上了调 三太太的死可怕宋莲吓得不清 这姐妹很快就疯了 一天晚上已经精神错乱的宋莲 点亮了三太太屋里所有的 第二年的夏天五太太进门了 困在身宅大院的宋莲 孤独中老看完这整个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情 在那万恶旧社会女人基本没地位 一旦没有嫁对人简直就是活受罪